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游侠,王文贤 请帮我按分享,订阅,小铃铛 我们开始节目了,拜拜 我是游侠,谢谢收看今天的游侠,游侠滑调 这是乡村迷你火锅,饭红茶是免费吃到旁 就这样子 这是佐料区 然后这边是白饭 白饭可以吃到饱 然后这是饮料 这边有写白饭的规定 好,就这样 这是30、60的菜单 你要什么都可以在这边选 它的猪肝非常好吃 然后他们白饭是免费 然后这是他们的菜片 OK,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火锅 他们的火锅是现炒的 我们多叫一份60块的牛肉 然后他们的猪肝超级好吃 这是火锅料,就是一锅 150的那个火锅的火锅料的备用 好,现在来等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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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牛肉它不会很难吃 那我们家这一份是60块的是不是 60块更加连海的猪肥 那你们那个1分170的是 什么东西 那边有1分170的是怎样的 没有,就是这个全部就是1分170的 哦,是那个意思 我懂了,我懂了 我懂你的意思 它是火锅的钱就对了 对的 好好好,懂了 我们第二次来吃,什么都不懂 有点心 吃久了就知道了 好,谢谢 他们的猪肝非常的好吃 来这里闭点 你好,谢谢收看游侠游枪华调 我今天要点评的呢 是乡村迷你火锅 它在奉山的民族路的最末端 快到旧台一县的小北百货附近 那个这家店呢 是朱志远朱大哥 他们常去吃的店介绍我们去 那我们去吃了几次呢 觉得他们 汤头新鲜,价格便宜 我们常常从我们家 开到凤山去吃 乡村迷你火锅 最近比较少了啦 那因为我在做YouTuber 在乡村迷你火锅 遇到了车友 车友跟我讲说 你千万千万不要拍这个YouTuber 因为一旦你拍了这个YouTuber 他们这家店 冬天都要排队了 如果生意再好下去 他怕冬天没饭吃了 然后他们的店员呢也是很可爱 他们正妹店员跟我说 呃游夏大哥 我们已经很忙了 不要再帮我们宣传了 其实我跟你讲哦 我帮他们宣传呢 是要增加我的流量 不是要增加他们的流量哦 如果想去吃 我觉得是非常便宜非常好吃 他们的饭是吃到饱 他们的饮料也是喝到饱 免费 那火锅呢好吃 新鲜 尤其是猪肝 必点 鸡心 必点 福州丸 必点 我喜欢吃福州丸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就这样子咯 新鲜 好吃 应该是说 实惠吧 哈哈哈 有机会到凤山 吃乡村 迷你火锅 我等一下会把资讯放在下面 我是你的好朋友 美食不知道 游侠带你到 谢谢收看今天的游侠 游侠花雕 拜拜 节目结束了 对我们今天节目还满意吗 如果有什么疑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会回答你的 拜拜